繁华逝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提鸟,落花游四,坠楼人。 大家好,欢迎收看《七堂古今》,我是沐玄。 刚才我朗诵的是一首我比较喜欢的小杜的一首诗。 小杜不是凯文·多安特,是中国晚唐时期一个著名的诗人,杜牧。 因为它比杜甫要晚将近一百年,所以把它叫小杜。 开个玩笑,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小杜。 说小杜,我们就要先不得不提一下大杜,就是杜甫。 大家喜爱杜甫是因为杜甫一生经历坎坷,但是呢,同时又心怀天下,心怀黎民百姓,受得人们的尊重和敬仰。 而小杜跟大杜,完全是两种人生。 大杜呢,杜甫一生漂泊,怀才不遇,出身卑微。 眼中全是满目疮疑,自己的生活也很孤苦伶仰,病痛也很多。 就这样,在诗文当中以浅怀,用诗文对自己的生活作以诠释和备注,然后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杜甫写的诗文,杜甫写的诗,像金圣炭,把它作为财子六书之一。 他说的财子六书当中的,驱骚,司马屎,杜律。 他为什么把这三部排在前三呢? 我们看,驱骚,就是驱缘的黎骚,还有杜甫的律师,他们全部都是艺术水准很高,文学造诣很高。 但更重要的是,他里面的情怀以及价值观的取向是非常高的,那就是要心忧天下,心忧百姓。 杜甫呢,他最后一首诗,是我觉得他诗里面最好的一首,我也再次分享给大家,就是江南逢李归年。 齐王宅里寻常见,催酒汤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我们知道杜甫一生写了很多华丽而又悲壮的诗,但是这一首诗极其平淡,但是这一首诗却是最能震荣发聩,感人至深的。 因为杜甫,因为杜甫在写完这首诗以后,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他这首诗呢,已经可以说是到了一个画境,他没有再用一些华丽的词枣,没有用一些特别的修饰,装饰。 但是这首诗,就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就是当年如日中天的一个乐师李归年,在达官贵族的王府里面演奏。 但是经过了安时之烂,最后漂泊不定,在江南又碰到的时候,体弱多病。 跟杜甫一样,就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一个苦命人。 由此感叹时光的流逝,由此感叹时代的变迁,由此感叹时间的无情的流逝。 所以这首诗非常赞,我们扯得有点远了,现在回到小杜上。 小杜呢,就跟杜甫的命运完全不同。 小杜,他的出身,名门世家,爷爷是宰相,父亲是高官。 当他做决定要考进士的时候,朝廷里面居然有二十多个人都主动点名要引荐他。 你可想而知,大家还不认识他呢,但都听说了他的名声。 也难怪,他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写出了阿旁公,阿旁公就是秦始皇修的,然后被项羽烧的那个阿旁公。 里面的名句,可以叫,可以说是,可以传颂后世,就是说, 今人哀之而不见之,依复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一句,后人无数的文人都拿来引荐,就是说,秦朝的教训,如果大家不去借荐,那么后世的人还有千千万万个秦国将会重蹈覆辙。 这一句,他说,俄黄公公一顶奖定了。 他,他是在唐朝历史上的大散文家的地位。 那个时候,他才二十几岁。 他后来二十,六岁中了晋士以后, 没过多久,就把他调到南边去了,有一些节度士接待。 因为他诗写的好 人又风流倜傥 又有财琴 又爱交朋友 所以很受欢迎 他去的地方 又是富饶之地 比方说什么扬州 在扬州待了十年 然后又到洛阳等等 全是去的繁华之地 他本人 实际上在早期 还是熟读宾法 还做过孙子宾法的柱 就像建功立业 像吴起孙宾 像曹孟德一样 立友不适功勋 但是呢 现实是残酷的 复杂的官场 一次一次给他淫头痛击 当他还想着 为什么不能走到皇帝身边去 辅佐皇帝 像韩玉那样 成为一个皇帝身边的 一个众臣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小心 也是杜牧 由福心保佑 他想去金城做官 没去成 但是呢 没过多久 金城发生了一件 金天大事 叫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 我大概提一下 就是在唐朝 安史之乱末期 宦官势力很强 就是唐朝的 叫唐 唐文宗啊 唐文宗 跟两个大臣 想要除掉宦官势力 结果除了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 在除的过程当中呢 被识破了 结果这些宦官呢 就把唐文宗给绑架了 因为他们宦官掌握着 宫廷的禁军 他们利用禁军 就一口气斩杀了 当时所有朝廷的大臣 以及家属 可以说那个时候 除了皇帝 皇帝下边所有的大官 朝廷当中的官员 好几千人全部被杀 非常惨烈 唐朝本来是有 可以有复兴的机会的 也就是经过了甘露之变 它再也没有气力 一个气球 泄了气还能吹起来 但是如果气球扎破了一个洞 你就怎么都吹不起来了 甘露之变呢 就是这个气球上的那个洞 这就是甘露之变 杜牧在大约是在八月份被调走 调到洛阳去 还很不开心 他写了很多诗 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 十一月份就发生了甘露之变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上看 他又是无比幸运的 并且到他晚年的时候 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长安 因为他老家就是长安人 然后呢 他能衣锦还乡 在世上 玩了一圈 最后又回到自己的老家 在长安南边的帆川 在那建了个宅子 所以呢 他是很幸运的 我们刚说晚年 实际不太合适 因为他总共才活了49岁 因为他可能太有才了 太容易把深情寄托在诗里面 太容易有诗人的那种抑郁之气 所以很伤身 当然爷爷跟他经常去青楼 也有关系 在酒色之间徘徊 也有莫大关系 话说他在扬州的时候 牛曾如经常派 二三十个便衣保镖跟着他 他呢就可以放心大胆的 出入于各大青楼 他自己都写诗 觉得十年扬州一梦 自己杜郎的名号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也觉得自己是荒废了很多时间 等等 所以呢 但是因为他有深厚的家学渊源 以及那种聪明灵巧的劲 他在艺术上将 律师 七律或者五颜律师 已经上升到一个极高的层次了 我们耳熟能详的 薄情怀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游唱后听话 我们耳熟能详的 一齐红尘 非子孝 无人知事 立之来 等等 这都是杜牧的匠心 独创 还有清明世界雨纷纷 路上行人鱼断魂 借用酒家何处游 牧童摇指杏花村 等 这些诗都是 筷子人口千古 永远传唱的 正是因为他有这种 闲散的时间 又有这种抑郁的情怀 还有那种 当时那种实施的不确定性 因为当时大背景是叫牛李党之争 一个是宦官专权 一个是牛李党之争 他呢 本来他的父亲 他的爷爷是跟李党 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呢 李党的那个上层人物 又很不喜欢杜牧 这可能 史学家分析 有可能跟杜牧 这个人太嚣张 有关系 年轻气盛 牧中无人 有关系 也可能跟他 牛曾如又特别赏识他 牛曾如是牛党的代表人物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文人 做官的文人 基本上都深陷在牛李党之争 今天有可能在高位 明天就有可能被贬 或者被杀 李商银也是这样 所以呢 这就造就了杜牧 独特的 独特的 诗的一种情怀 他就喜欢借骨 用金 托骨 严金 借骨 玉金 我刚开始 一开始 朗诵的那首呢 是他在洛阳上任的时候 他去参观 晋国的首富 叫石虫 石虫的豪宅 已经变成废墟了 他去参观那个废墟的时候 有感而发 洛花 游死 坠楼人 日暮东风 怨啼鸟 洛花游死 坠楼人 写得非常 非常之好 洛花呢 使他想到了 当时为石虫 而殉琴的 他宠爱的 一个女的 叫绿珠 还想到了石虫绿珠之事 流水无情 洛花也无情 东风也无情 日暮也无情 繁华的事情 终会消散 王室如烟 没有什么可以永恒 但是 故事 那种 琴笔金尖 琴笔石尖的故事 却可以永远流传 他也是借 绿珠 对石虫的 跳楼殉琴 而表达了自己 孤独 郁闷 不被人理解 以及这种 伤骨 怀骨 所以这首诗的 艺术价值很高 关于杜牧呢 我今天就先讲这么多 我们有空再讲讲 小李 李商尹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三个诗人 是一个是杜甫 一个是杜牧 一个是李商尹 我们会挨个的讲这三个诗人 好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